隨著iPhone 8上市iPhone 7 在蘋果官網上的價格也跟著降價 看準這股蘋果新機上市熱潮 詐騙集團近伺機而動 會盜用他人的臉書 然後在上面做貼文 那你的朋友圈看到這則PO文之後 會信以為真... 詐騙集團盜用臉書帳號 PO說朋友現貨出售iPhone 7跟Plus 128G空機價只要2萬跟2萬2 至少便宜1萬元 被害人被吸引後思賴洽詢 這時就上當了 因為如果被害人住台中 詐騙集團就會說自己在台北 只能寄送沒有貨到付款 再來要說貨數量不多 無法保留 讓被害人害怕搶不到 急著跑去匯款 詐騙集團得手後就神隱 如果說你想要現在匯款的話 那我可以立即做保留 然後馬上幫你做出貨的動作 那實際上這都是一些詐騙的手法 警方統計被害人至少50人 遍及全台大多是年輕人 詐騙金額高達100多萬元 正因為iPhone 8問事 一旦遇上有業者說要低價拋售iPhone 7 都可能讓果粉不宜有它急著搶購 警方就說如果不是在有信譽的平台 網購高價3C 就很可能被騙 呼籲消費者謹慎購買 記者成果名 杜云捷高雄報導 沒有付款 橘子 愛以太照片